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今天 voy a DSL的立方体 正方形 在掃描人的正方形中是很重要的 通常我们会画暗面 通常画掃描都是由暗部开始 这样我们才可以用色做对比 所有光位灰位都是看着暗面来做 要比较 可以一直加深 排线不一定是固定的 出来不会觉得乱 基本上有一个原则就可以 有点打 一层层的靠叉 两个面的边线位 要收直 暗面是受反光影响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面是上面深下低浅 前面深后面浅 接着就画灰面 灰面一样都会有深浅 那它应该是会 一样受到前面 光源在前面射在前面 所以它一样会受光源影响 所以前面会比较光一点 后面会比较深一点 那上面的光面更加 因为光源在前面射在前面 所以它在前面最尖的位置 就是最光的了 好 接着可以一路再丰富 那个层次去 好了 接着做完头影了 那通常贴着地下的边线 边位呢 都是会比较深一点 那里其实是一个很薄的影 那我们做了这个影 你才觉得石膏呢 是放在桌面那里 贴着地下有个影 好了 接着做完后面的影 光源在前面射在 所以后面会有个影 那做个阴影位都要有意 是需要有深浅变化 通常呢 在前面那里 因为受不到光 它就会比较暗 慢慢向后面 又会浅一点 因为受到后面的光源 反光反射影响 所以变成了 会变成一个前深后浅的 头影 接着呢 继续丰富的层次去吧 那记住呢 你呢 画素描呢 非常重要的呢 它是 我们也要画个立体出来嘛 而它的立体呢 就通过深浅色去 显示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的深浅的渐变色 你做得越细致呢 它的立体呢 又会出得越好 如果那些层次呢 不足够的 它看下去就不会 就没有那么立体了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就一路越深入去呢 将它的层次呢 就慢慢呢 越做越丰富了 慢慢呢 你就会觉得那些石膏呢 越来越立体了 通常呢 我们希望呢 是可以做到 九个调子变化出来的 就是说呢 最深呢 是第九级 最浅呢 可能是第一级 那你期间呢 它由最浅到最深呢 是会有九个调子的变化 那如果你只做得六级出来 六个调子变化出来 那它自然呢 出来的那个 立体呢 就没有你表现到九个层次变化呢 那么细致啦 所以呢 我们就要继续 丰富它的调子变化呢 让它的层次变化呢 是越做越细致啦 越做越多变化呢 然后呢 我们将这些出界的变化呢 收起来 有很多人呢 学素描呢 就不喜欢画这些 几何的图形的 那其实呢 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来的 其实这个是 几何形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都是由这些几何形变出来的 那么首先 我们现在画这些几何形 就是希望通过 对这个几何的了解 而明白一个方体 是怎样可以做到它 好立体 当你做到这个方体 好立体 你又理解到它 怎样做到这样立体的时候 那么画其他方形的物件的时候 你很自然呢 就会懂得处理它的立体 因为你对它的立体概念 有充足的理解 所以我们将来 前面 后面 前 后 前 后 后 那这里也有前后 那我们要表现到它 前后 那它的立体 才会出来的 那 而素面 又通过 什么去表现它 前后 表现它 立体 又通过深浅 即是说 它有前后 就一定会有深浅 那通常只有两个可能 如果不是前光后暗 就变回前头 前暗后光 就变成了 当我们理解了 一个方形的立体 关系 怎样出来的时候 于是 现在 我们是 怎样看 怎样套用它 实际 画实物的时候 那 现在我们画一个头像 那 你会见到 旁边画了一间屋 那你会见到 那间屋的立体 关系 那些光暗面的关系 是和之前我们的方形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变成了一间屋 出来的 它一样 暗面是前深后浅 后面受反光影响 灰面一样是前光后暗 好了 那我们现在画一个头 甚至画一个头像 其实我们的头 是一种圆形过耳 因为圆形 其实用我们圆中的大方 我们有正面 側面 头顶 其实就是等于一个方形 这样 你看到这个方形 就套在我的头像里面了 当我们理解 一个方形的立体之后 你呢 想画到这个头像 的立体出来 你才可以 将它画得 处理得 比较理想一点 那你会见到 側面的暗面 一样 有个 两个面的交界 暗面的 那个 那个 重位 在前面 后面 受到反光 正面 正面 是一个灰面 一样 前面光 后面会暗一点 头顶 会比较光一点 又一样 头顶也有前后 和方形的关系 一样 后面深 前面浅 然后音 就变成灰面 变成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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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方形的关系 就在头像里面 所以如果你不明白 那些立体 你不明白 那些立体 是如何走出来的话 其实当你画一个人像 那时 你是不可能 将它做到真正的立体出来的 希望今堂的掃描基础货 可以帮到大家 大家看完 如果觉得帮到大家的 请帮忙点赞 分享 和订阅 订阅记得 按下个小铃 多谢大家的收看